到底是谁把二龙山并入了梁山呢? 吴宗不同意,鲁智深一句话都没说, 二龙山的归属迟迟没有定论, 到底是谁巧妙地操控了这一切, 把二龙山变成了梁山的一部分呢? 北宗末年,国家一团乱麻, 老百姓过得十分艰难, 在河北一带,盗贼横行, 官员贪污腐败, 普通人根本活不下去, 但就在这个乱世里, 有个地方简直像是另外一个天地, 那就是二龙山, 那里聚集了一群义气满满的侠士, 他们义愤填膺, 保护着老百姓, 因此深得人民敬爱, 鲁智深聪明稳重, 武松勇猛无畏, 他们两个默契十足, 总能解决各种危机, 立下了不少了不起的功勋, 不过好景不长, 二龙山没过多久就碰上了大麻烦, 胡炎卓开始时只是山东一带的一个小头目, 但后来他和当地官员勾结, 势力快速膨胀, 成了个大人物, 谁也没想到, 胡炎卓矛头一转, 准备对付二龙山, 他一边在朝廷上散布谣言, 说二龙山和敌人串通遇搞叛乱, 一边调动军队, 狠狠地进攻二龙山各个地方, 意图给他们个措手不及, 二龙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, 虽然武松和鲁智深一直在拼命抵抗, 但他们实力再强也快要支撑不住了, 在这种惨烈的情况下, 二龙山还有可能度过这一劫吗? 杨志眼看情势不妙, 就躲在二龙山的帐篷里, 但他可没闲着, 他冷静地分析了局势, 明白要想挽救二龙山, 得靠大家团结一致, 个人的英勇远远不够, 尤其是面对像胡炎卓这样的强敌, 于是他明白, 得赶快制定新的计划, 想了想之后, 他把目光投向了梁山, 觉得那或许是二龙山的最后一线希望, 杨志明事理, 为人正直, 他觉得梁山坡和二龙山一起闯天下是行得通的, 梁山坡的底子够硬, 可以给二龙山提供有力的支持, 而且二龙山的位置对梁山坡扩张势力非常关键, 所以, 他决定一个人去梁山商量, 同时希望能说服二龙山其他头领投靠梁山, 到了梁山坡后, 杨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武松, 杨志知道武松是个讲义气, 心地善良的人, 于是他开始跟武松谈起道义, 情义, 一步步地打开了武松内心的犹豫, 杨志用自己的知识和见解, 详细解释了忽颜卓的罪行, 告诉他只有加入梁山坡才能够对抗, 重新激起了武松内心的正义之情, 杨志还告诉武松, 一旦加入梁山, 那会是一个讲义气的大家庭, 更加公平, 更加平等, 而二龙山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, 这番话让武松深受感动, 他点头支持杨志的想法, 有了武松的支持, 也就等于杨志迈出了团结的关键一步, 与对武松不同的是, 杨志对鲁智申要稍微含蓄一点, 因为他晓得鲁智申好安静, 一旦惹毛他, 指不定有多大麻烦, 所以杨志给了鲁智申足够的时间和空间, 让他能好好想一想, 另外, 杨志用各种方法表达了梁山队二龙山英雄的真挚情感, 已是他们的诚意, 他相信, 默默做事胜过嘴巴说, 更能打动人心, 随着时间过去, 杨志发现鲁智申好像有点放软了立场, 这给了他一些许希望, 解决了两个主要领导的问题后, 杨志又迎来了更大的挑战, 要解决二龙山内部的矛盾, 其实, 不少山寨的头目对于加入梁山都有些迟疑, 他们担心会失去原来的地位和好处, 杨志明白这是整合组织时常会遇到的问题, 于是他组织了几次座谈会, 耐心地解释利弊, 并承诺会在梁山争取到他们应得的权益, 渐渐地, 众人都明白了, 要对付胡言卓就要归入梁山, 而且, 杨志的聪明计谋和态度也让大家有了足够的信心, 他们愿意参与这个大计划, 最后, 二龙山的英雄们一致决定, 准备加入梁山坡的队伍, 杨志和二龙山一拍集合, 终于尘埃落定了让二龙山跟梁山联合的事, 这不仅让梁山的武装和地盘变得更强大, 还大大的阻止了胡言卓的扩张企图, 保护了百姓的平安, 鲁志深, 武松等人在梁山待了一段时间, 和大伙相处越来越融洽, 还参与了不少战斗, 尤其是杨志, 他的能耐真是没话说, 被誉为梁山四大智囊之一, 宋江对他格外其重, 这股势力不仅改变了武林的格局, 还让梁志在梁山声名远扬, 关键时刻, 梁山和二龙山的联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, 宋江和梁山的兄弟们一路上跟胡言卓对峙, 最后终于抓住了他, 宋江跟他对谈, 劝他投降, 最后忽言卓觉得自己和宋江有着相同的目标, 所以也选择投降了, 实际上, 这只是宋江的一场计谋, 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复杂, 没有真正的心灵相通, 随着梁山的强大壮大, 二龙山的危机也渐渐解决了, 现在梁山收服了青州, 其他山寨都感到了压力, 更要命的是, 收复青州后, 宋江还关心百姓赔偿了他们的损失, 这让鲁志深非常满意, 所以宋江提出让三山归顺梁山时, 鲁志深马上就答应了, 就算鲁志深不同意, 杨志也会跟随宋江一起走, 这就表示着一个新势力在武林中崭露头角, 为后来的反金复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 其实, 二龙山会并入梁山还有一人也很关键, 那就是公孙圣, 公孙圣暗地里联系了几个二龙山的大人物, 他们都羡慕梁山坡的势力和团结, 希望能加入, 公孙圣聪明地利用了他们的心思, 让他们成为了合并的推手, 接着, 公孙圣在梁山坡里传了个话, 说二龙山的伙计们对梁山坡特别尊敬, 愿意加入并效劳, 这消息迅速在梁山坡传开了, 最后也传到了武松那, 虽然武松是个倔强的人, 但他也重视义气, 听说二龙山的人这么崇拜梁山坡, 他开始动摇了, 公孙圣还搞了些活动, 让梁山坡的人和二龙山的伙计们多交流, 互相了解, 在这些活动中, 大家的重义气和对抗官府成了共同的目标, 于是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, 梁山坡的人开始觉得, 二龙山的加入会给他们带来更强大的支持, 武松看到这些, 终于不再担心了, 他明白了, 梁山坡之所以强大, 并不是因为排斥他人, 而是大家团结一心的结果, 出乎意料的是, 杨志最后竟然病死了, 不过, 就他自己来说, 死后还受到了表彰, 也算是实现了他人生的目标, 毕竟, 他的努力让二龙山加入了梁山, 这样的付出也不算白费, 二龙山加入梁山坡, 简直就是水浒传里的大转折, 这件事不仅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传奇故事, 还彰显了团队合作的力量, 杨志的精明计策, 武松的坚毅性格, 还有鲁智深的智慧, 都为这一决定的实时贡献了一份力量,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,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, 要坚守正道, 继续向前迈进,